好,我们来看看这个省电灯泡它到底它的光谱如何 首先将我们做的这一片光炸片放上来 好,接着在上面打入灯光 好,从我们刚刚露出来这样的一个缝 从这个缝当中把灯光打进来 那么量出它的Y值 当然你也可以在里面自己做一个LED 按一下让LED亮起来 那么由这边量出它的Y 那么以及我们这个DVD盒子的宽度L 然后利用这个D-Sign器打的一个Land 好,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样省电灯泡大概有 红黄绿蓝子有五条色光 这五条色光就可以利用这个装置 你来测出它的波长是多少 好,所以这是一个分光仪可以分出我们的光源当中还有哪些色光 而且可以把它量出来 把这个长度 这个我们的实验数据测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算出到底我们要分光的 可能是一个火焰的颜色 里面到底它的发光的发射光谱 或者这是一个太阳光连续光谱 当它射过一些气体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吸收光谱所造成暗线 好,我们大概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量出来 好,这是一个简易的透光型 那透光型它的好处就是 比较能够去量出这个我们要代测的这个波长 因为它的公式就很单纯了 它就直接用这个d sin 等于n under就好了 不说不太像说 如果说你用反射型的话 必须是d sin 的 phi 减c 等于n under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反射型的 露射光跟这个光炸的夹角 那以及它这个反射之后到墙上之后 这个距离你要量两个角度 那么透射型好处就是你只要量一个角度 而且你这个利用里面加上一些辅助光源 我们就很容易去量出它测出它的波长来 好,这是简易型的 那么强力推荐使用一个透射型的光炸 但是这里面 RIGHT 那么多了 那么多了